9月15号 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 针对民进党当局渲染大陆军事威胁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台独挑衅 是造成当前台海地区紧张动荡的根源 日前 台湾防务部门提交了2022年防务预算 4717亿新台币创历史新高 并刻意渲染所谓的军事威胁 犯台等言论 对此 朱凤莲强调 台独挑衅是造成台海地区紧张动荡的根源 我们要强调两点 第一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近期解放军采取的所有的行动 都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针对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第二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不断地进行台独挑衅 是造成当前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陷于紧张动荡的根源 蔡英文日前在出席所谓安全对话致辞时 抛出夹带两国论的言论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对此 朱凤莲表示 这种言论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首先要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抛出夹带两国论的言论 不断地进行谋独挑衅 只会进一步地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的灾难 肆意的挑衅 邪恶的行径 必将招致正义的行动 近期 美国一方面重申 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一方面却贫打台湾牌 酝酿把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并怂恿日本 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 利用台湾问题滋事 朱凤莲回应称 美方试图以台制华 遏制中国发展 都是徒劳 搞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 拿台湾问题做文章 企图以台制华 遏制中国发展 这些 都是徒劳的 美方既然一再地表示 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那么就应该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以实际行动履行 对中方做出的承诺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朱凤莲说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 致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台湾民众 扶植于不顾 只会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